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触键 经常有学员来问我 到底键盘这个弹法是这样子去弹 勾起来呢还是放松着平着弹 这个呢取决于曲子 但是今天呢我来为大家普及两种 最基本的触键方式 一种是练习曲类的轻巧快速跑动的一种短的触键 和一种长的慢的触键 这种触键呢一般是在抒情类的小品啊 这些页曲啊长线条的歌曲中适用到的触键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740第三条的谱例 仔细看我的示范 当我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提几个要点 首先我的手呢会贴键 其次呢我的手腕不会特别的大的晃动 然后我的动作呢会保持的比较小 最后呢我会保持一个流线型 而不是每个都打下去 再保持特力感的松弛呢加强流线 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出来我在跑动的时候啊 基本上是贴键动作很小的 但是我会保持一个快辖键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小马达 类似于小马达一样的手指头 这时候的手呢是全部立起来的 它不是平着的 平着就会变成啪啪啪啪这样的一个声音 立起来就会接触点非常的小就是指尖这一头 弹出来的声音呢类似有一点点像小跳音的感觉 而不是连奏 这个是连奏的 很多同学都是有这样的错误的练习方法 觉得把音盘扎实 但其实你跑起来的时候像清风一样 而不是一个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样 其实你的下键到底就马上反弹 而不是坐下去 是反弹的一种力 我一般是一个小节一个力 一二三 我后面就是带起来的一个力 而不是每一个手指都用力 这样的声音就会很粗暴很难听 这样的快速跑动呢 还可以运用在其他的乐曲中 比如说莫扎特的纵铃曲 一个快速的跑动乐章 你看即使是莫扎特 我的手指还是立起来的 一样跑得很干净很快速 动作非常的小 那么放大一点看的就是 你看手全部是攜带键盘 然后我的手腕指会带动一点方向 但是不会上下动得特别的大 与之相反的 当我们在弹浪漫派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一些比较长的线条 像舒曼的这些童年情景里的梦幻曲啊 或者是说肖邦的夜曲啊 经常会有一些长线条 那么在碰到长线条的时候 你把你的手钉起来 然后再放下来 这样一个手型就是你应该有的 弹铃剑的手型 这时候呢触界面积呢比较大 手腕带动 手腕幅度呢也比较大 带动你的触见 将力量呢均匀的从一个手指转到另一个手指 这时候的乐句呢 一般成为桥形 什么是桥形呢 就是从落开始达到顶峰 然后再下来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舒曼的梦幻曲 这是桥的顶端 这是桥的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用力方式呢 是每个手机平稳的转换 就好像是猫咪从窗台跳过下的时候 有一个刹车的这样一个动作 每个音都是缓慢的推进去的 而不是直接下去的 这个是与练习曲出键方法完全相反的 那么这个方法也可以在相当的很多歌唱类的 比如说夜曲 Zuka了 圆舞曲 长线条的地方使用 比如说 这个句子也是一个桥形的 从落开始推进 你看这样的时候 我的手腕的动作呢 也会比较大 帮助这个声音之间的转换 以及力量之间的增强 或者是衰弱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呢 都是慢下键 我们简短的总结一下 当你运用快速的跑动型的时候呢 手呢 是要往里面收一点 当你弹抒情长线条的时候呢 手要张开一点 一个呢 是出键小弹的 像小跳音 大猪小猪落语盘 一个呢 是长线条 慢慢的把每个声音给抹平 好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来找我讨论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